你的愿望实现了吗 看完了秘密 相信自己能获得财富 健康 爱情 相信自己的梦想能够实现 甚至获得更多 结果 你获得了吗 很多人都想问 为什么吸引力法则没有用啊 有人会对你说 因为你不够相信啊 那你如果继续问 怎样才叫够相信呢 你会发现 问不出你要的答案 明明就已经很努力的去相信了 却只能听到这样的回应 是不是让人很失望 其实这不单纯只是相不相信的问题 而是因为缺少了其他配套 让你的相信产生力量 想象一下 你到一间很高级的牛排餐厅 服务员却穿着无锈汉衫 身上还有着汗臭味 并且安排你坐在垃圾桶的旁边 这时主厨拎着塑胶袋 把店内最美味的牛排装在里面 你还会觉得 这块牛排有高涨餐厅的价值吗 不想有的人 可能连那块牛排都不想吃了吧 吸引力法则也是 只有相信是不够的 你还需要其他配套 才能让竹菜变得美味 所以你还需要 第四 相信自己能获得 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何用两个月赚到十万美金 你可以按下暂停键 思考几分钟 你的回答方式跟你的信念 有着密切关系 你相信自己能获得吗 吸引力是一个法则 是一个不在乎你是否能获得 只在乎你是否发自内心去相信这个法则 在这里提供一个增强信念的方式 先从小的事物去相信 刚开始接触吸引力法则的时候 我曾做过一个减一百元钞票的实验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 发生几率也不算低 但也不是水处可见 在那段时间 我一直想着走在路上 随时地上都会出现百元钞票 让我可以捡起来拿去做捐款 前一两个礼拜 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但第三个礼拜开始 我开始看到地上有百元钞票可见 一开始也觉得是巧合 但我却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大概遇到五次这种巧合 以前 我从来没有这么频繁的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这真的让我有些吓到 这让我不得不相信吸引力法则 不过那些钞票我都没有捡起 因为我本来就想拿去帮助别人 我想如果有被需要的人捡到 他们心中应该除了金钱上有所获得 心情上也会特别开心吧 所以留给需要的人捡吧 你可以为自己设计多个小实验 来训练自己的信念 这些小信念的集结将会达成你的渴望 当你将其他配套都做好以后 其实你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不用再去怀疑自己能不能得到 只要相信自己能拥有就行了 在吸引力法则当中 我们就是一块超强力的磁铁 每个事物 无论好坏都会被我们所吸引 我们周遭发生的事 其实都是被我们这块磁铁所吸引过来 想要吸引好的事物 就必须先让自己是好的 把自己打造成一块好磁铁 让自己身上充满正能量 这样自然会把美好的事物都吸引来到你的身边 倒霉的事情将离你远去 再去尝试更彻底的执行吸引力法则 完成你的愿望吧 第三肯定自我 你是否曾经因为下定决心要健身 却已经受不了饥饿 吃了宵夜要责备自己 明明计划好每天被试个单字 增强语言能力 却偷懒没去执行而又责备自己 是不是还有很多时候 你也因为自己做的不够好 而下意识的责骂了自己 要知道你对自己说话的方式 决定了你对自己的感受 这关系到你的潜意识设定 你责备自己 就是在告诉潜意识说 唉我好差劲啊 而你的潜意识 也会把这个讯息记录下来 并且再次送还给你 不断否定自己的恶性循环 这会让你散发着负能量 我好差劲啊 这个讯号同时也会传递给宇宙 让宇宙把差劲的事情往你身上丢 不只你告诉自己差劲 连周遭的事物都会开始变得差劲 想想看 第一次健身失败 第二次成功了吗 第一次计划要增强语言能力失败 第二次成功了吗 想要成功的执行计划 其实可以反过来利用这个潜意识设定机制 那就是肯定自我 对自己要尊重 要仁慈 今天你被别人骂 即便他说的都是对的 但你或多或少也会讨厌这个人吧 是不是觉得他可以用其他婉转的方式 来向你表达他的不愉快对吧 那你想讨厌自己吗 不想对吧 不想讨厌自己 就对自己尊重 对自己仁慈 爱自己 当你对一个婴儿说话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满满的赞美跟鼓励呢 一个爬行 一个龟手 你都能想到许多赞美的话 对他说对吧 用这种说话方式来跟自己对话 做对了一点小事 也好好夸奖自己 做错了一点小事 检讨后就原谅自己 告诉你的潜意识 告诉宇宙 你是优秀的 你是幸运的 请他回馈一切美好的事物给你 随时随地告诉自己 设定自己的潜意识 我是快乐的 我是富有的 我是健康的 肯定自我 设定潜意识 让潜意识肯定你 让宇宙也肯定你 第二 感恩 感恩是一个相当强大的正能量 让你不再聚焦你匮乏的事物上 并且向宇宙发送 你是富有的讯号 这对达成渴望 有着相当强大的助力 有人告诉我说 哎 贝加 我的生活一团糟 没什么事情好感恩的 这样的问题 其实让我有些不太懂 能工作赚钱 你不感恩你的身体 还有健康吗 有时间看这部影片 你不感恩 你还有空闲吗 就连能呼吸新鲜空气 其实也是很值得感恩的事情 不是吗 仔细观察你所拥有的人 事物 你会发现 你所能感恩的事情 你想的还要来得多 去感恩吧 从小事情开始感恩 早上睁开眼睛生活 也感恩吧 散发正能量 并发送富有的讯号给宇宙 宇宙才会处理你 最渴望的那张订单 不懂感恩 将会让你聚焦在 自己欠缺的事物上 让宇宙收到你欠缺的订单 要将更多的欠缺送给你了 第一 热切的渴望 你的愿望要能够带出美好的感觉 让你产生热切的渴望 美好的感觉 可以透过将渴望 清楚 明确 具体的想象来产生 举个例子 你想要赚大钱 哎 赚多大 具体的数目是多少 什么时候赚到 这些都应该 清楚 明确 具体 你可以像是这样设定你的愿望 你正透过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 你将获得许多创意的灵感 并付诸行动 在未来的一年赚入100万美金 你会躺在满市钞票的床上 开心的数着这些钞票 这样描述是不是清楚多了 再举个例子 你想要有间大房子 哎 拜托一下 不要只是这么简单 对你的渴望就这样想象完了 而是想象 你有一间坐落在市中心 外观欧式风格 有着大片绿地的前后院 开门走进房子里 看到的是大屏属的客厅 及大片落地窗 大理石 天然花纹的餐桌 等等 每个细节部分 越清楚 越详细 越好 像这样具体的想象 让自己过着预设的人生 这样清楚的描述 将会帮助你带出美好的感觉 记着 不能激发美好的感觉 你将不会有热切的渴望 宇宙也不会给你美好的回忆